我們請思維一起來看 不過這一波現在看起來 央行也喊冤說 其實沒有 我們沒有在做這個 真的是發布很強烈的現代令 現代令是媒體在講的 那麼行政院長也出手了 目前到底現在的狀況如何 我們先講行政院 行政院是建商養的 他講那句話 我就讓我覺得很亂七八糟 沒有這種行政院長 他很怕房價 很怕建商生氣 因為現在建商很生氣 你知道嗎 所以他生氣 然後沒有了 然後央行只好去解釋 說他做了什麼事 又不然央行其實比行政院大的 他講了這五段話 我覺得他的中文造詣真的蠻妙的 就是一直繞圈圈 其實他想繼續做 看得出他要繼續做 所以銀行現在很擔心跟緊張 投資客很緊張 可是央行是不管建商的 因為央行擔心的是 萬一銀行倒閉 我就死了 因為很擔心銀行倒 因為就像你剛剛講 水位都已經超過了 你看第一個 因為房市熱絡 房市上漲什麼什麼的 已經接近銀行的水位 我們沒有講控制 只是說他如果超過水位 假如說如果水位太多了 你就要自己控制 要注意 這個只是注意 所以我沒有限貸力 我是叫大家自行採取 我沒有限制 第二個是說 因為你看不動產貸款 其中都是集中在不動產 很危險 意思是說我們只有跟銀行講 你自己要看看 如果太集中不動產 要小心 然後我們當然不希望有人投資客 囤房跟炒房 這也沒有錯 對 人家都是銀行自足 自行採取 沒有勉強 然後第三段 我不知道他講什麼 上面講的是說貸款 我們是希望未來一年內 逐漸的方式來調整 給你一點時間 一年慢慢做 其實真的是大概半年內 已經開始漸漸調整 其實央行一直以來 都有跟銀行講說 不行 你28%了 不行 29%了 不行 你30%了 我讓銀行說我30%了 我31%可以嗎 我30%可以嗎 不行 就違法了 就方唐靖嘛 對不對 我31%可以嗎 那29%好不好 這樣子跳來跳去 所以央行是說 我只跟你講一年內 對啊 我沒有講太多 然後接著說什麼 我罵完之後 部分論章見人 這是民眾講的 不是我說的 我只有要銀行自主管理 我沒有說要打你 道德的說服 你事實不符 我沒有 沒有 我沒有 是因為銀行自己的水位 我就跟你講 水位不能超過 這個什麼 又是哪一個 自主管理 可是跟都更 微老 跟社宅 沒有影響 可是問題是 這一條是 不知道寫給誰看 本來就沒有影響 可是重點就是說 它要寫給自助客 一般的民眾說 我們央行沒有做這種事情 可是其實你知道嗎 28原則就是 會叫的人有湯汁 你有拿到貸款的不會叫 可是沒拿到貸款 他就開始哇哇叫 找立委 找行政院 對不對 然後接上也是一樣 我接下來沒有新的 投資客上門 我怎麼辦 我的業績會死定 所以開始到處找到處找 所以現在央行的解釋 就是這樣是說 我沒有 我只有叫銀行自己控制水位 但是 換句話對不對 我要銀行控制水位 對 但你說一般正常資金需求 不會受影響 你自用住宅的不會受影響 但是如果銀行沒水位的話 我還是帶不了給你 所以現在是銀行問題 銀行沒水位不是我央行的錯 是你自己放貸太多 如果說投資客你找不到銀行 那是因為你投資客的關係嗎 我們要打投資 不能囤房 他講是這樣 所以如果是投資存房 你還是貸不到款 OK 所以行政院這樣補這一句 其實沒有現代令 摸摸頭而已 我覺得我估計行政院是摸摸頭 所以你覺得實質的現代情況 其實正在發生 實質就是現在在發生 因為如果真的再不賭一下的話 真的台灣會崩潰 就是真的是郁金商在發生 OK